各位观众午安 欢迎您收看涨碟密码 我是蔡佑达 台股今天收涨56点 收在17122点 成交量为3261亿元 今天的盘是如何分析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宇国际投过张宇明分析师 又大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旁边上的官场 我们先来请教张宇明老师 好的 大盘就在这里盘整 小涨小碟 没办法到哪里去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个股 大盘我们第二阶段再来讲 我们看看今天的新闻 来切入个股 华兴科三半年赚半个股本 这个获利是三年来最好的一个获利 下十人 前三赚14块多 三年来最好的获利 当你看完这个数据 一定可以想象说 华兴科三年最好的获利 那股价应该 对不对 涨半天了 那有没有 没有 股价跌了53% 所以如果你把新闻 跟股价连结起来 三年最好的获利 那为什么股价跌50几%呢 你会没办法去把它串在一起 好像是不同的股票 没有错 那就是一档股票 就是华兴科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 获利这么好 结果股价跌五成 所以这个里面一定有原因 你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 不然你会不断的踩到陷阱里面 就跟行业股一样 获利创新高 股价跌了50几%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这样跌 我们要切入股神系统就有答案了 因为这是空头格局 所以你买进去 你怎么会赚钱 你这一定会赔很多钱 高档怎么样 曲线已经翻空了 它涨不上去了 出现卖出讯号了 你早就该跑了 那你不跑 结果之后面就要赔到这一段 这50几%就可能就是你赔的 同意思吗 来我们看第二个新闻 其实华信科跟国具都是被动元件 国具也是一样 新闻利多满天飞 满天飞的利多 这三四个月以来 也没有满天飞 最近终于发一个利空 说他这个缺货 可能供货缺口会加大 当你看到这个坏消息的时候 前面有七八个好消息 突然昨天发一个坏消息 那你把股价检视一下 天哪已经来到了半年的低点 股价跌35%了 那这几个一直发利多 一直发利多 股价一直跌 一直跌 跌到昏头了 所以我们说做股票 不是看这些利多做股票的 如果你一直要看利多做股票 你最后结果只有两个字 就是赔钱 你没办法逃离 散户的宿命 永远在追报纸 做股票 永远就是赔钱 那我们把它切入股价系统 你发现 早就出现卖出讯号了 这格局早就不对了 所以你看这三个月 赞民没跟你讲过国据是好 我一定跟你讲国据转空了 要注意避开 所以我解盘非常的客观 看的人很多了 来 环球金今天一样出报纸的利多 前三季赚22块多 这个也是很棒的新闻 对不对 好几个都有发 赚两个股本 好几个报纸都有发出来 那我们如果把时间往前推移 八月就发了 订单千亿 不是吗 你可能忘记这个新闻 这是八月份的新闻 对不对 营收不断的创新高 订单满千亿 那股价应该涨翻天了 对不对 挑战新高 这是10月7号新闻 所以如果你看完这个新闻 你去想象 那股价是不是应该也是一样 冲天炮一样 有吗 股价有冲天炮吗 没有 那股价在这里 不是半年的低点吗 对 月线破级线 这个月线破半年线 七线破半年线 已经形成三个死亡交叉 甚至月线跌破年线 第四个死亡交叉 股价来到半年的低点 那请问刚刚那么多利多 没有用 净花水月 一个石头丢到海里面 噗通就没有了 利多满天飞也没有用 所以做股票不是看报纸做的 你要切记把这坏习惯改掉 也不是看基本面做的 也不是看EPS做的 也不是看本利笔做的 如果你看这些东西 你后面一定会缴很多很多 的学费 所以刚举的股票 华兴科 国际 这个环球金 哪一档不是 获利都满天飞了 获利爆到不得了了 上千亿的获利 订单在手 你看 这是8月份的新闻 如果你看这个去买 你就是股价来到半年低点 你就是一定会受到很多伤害 懂意思吗 那我们把它切入股城系统看一下 哎呦 怎么都买出去呢 原来早就出现一大堆鬼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股票我是不会去买的 但是很多投资人都会去买 因为他们永远得到的本利笔 EBS 营收创新高 YOY MOM 可是也没办法 出道股市 就是要缴这些学费 因为他没办法脱离基本面的迷思 所以一定要缴很多学费的 所以他每天 很多人都在讲 永远在讲 直立力 什么营收 营收成长力 乖利力 本利笔 股价净值笔 YOY MOM 你看这些东西 最后你一定会赔得一屁股 我刚刚举那些股票都是 所以不要看这些东西做股票 你那个是做不赢的 懂意思吗 好 像杨敏 你看巴一夫人跟你发布说 他今年要赚四个股本 今天收盘108 今天的本利笔 连三倍都不到 连三倍都不到 懂意思吗 你看EBS 跟你说 假设他真的赚了四个股本 EBS40块 那你把108除以40 那不是连三都没有吗 本利比不到三倍 那股价是不是应该找到 转翻天了 没有 股价还是产息 跌回五成了 对不对 所以不是看那些东西做股票 你看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很想买 买你就受伤了 对不对 他跟你说多好多好多好 股价一直跌 对不对 7月份就发了 结果跌到近期 跌51%了 所以你看到吗 所以你不要看那些 错误的东西做股票 你看这个做股票 7月22 报到今天 这一段就是你赔的 看到吗 这51%就是你赔的 所以不是看那些东西 做股票 你看那些做不赢了 懂意思吗 营收创新高 股价跌六成 这是股市的常态 你不要以为 只有台湾股会这样 你刚刚看那不是吗 过去被动元件 华兴科 这个环球经 不都一样吗 营收创新高 获利创新高有什么用 股价跌五成 跌六成一大堆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很简单 你的股票市场操作 第一个 关键一定要正确 像我讲那些东西 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东西 如果你是反着做的 要赚钱扶养困难 懂意思吗 所以你观念没有正确 你每天这边 YOYMOM本益比EPS 那赔钱一定是你 懂意思吗 所以观念一定要正确 观念正确 在藉由好的操盘工具 这个工具你可以自创 你也可以在市面上找 你要抓老鼠 不管用什么 你用黏鼠板也可以 你用鼠龙也可以 对不对 你刺手空拳也可以 你养一只猫也可以 我们乡下的狗 也会捉老鼠 我们以前乡下 抓老鼠都是狗在抓 不是猫在抓了 几只狗联合起来 就抓老鼠 老鼠最好吃 就是甘蔗圆的老鼠 吃甘蔗 肉都很甜 甘蔗 那个老鼠最好吃 就是煮这个面线 我小时候都这样吃 我们都在抓 甘蔗圆的老鼠 因为它算害虫 我们甘蔗状 你把我们吃甘蔗 我们的产量就减少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消灭 抓老鼠来吃 都是用什么抓 不是用猫 都用狗 虽然简单 你要做老鼠 你有方法 什么方法都可以 你把老鼠抓起来就好了 在股市里面 你用什么工具都可以 老师用KD都很准 那你就用 老师用MACD都很准 那你就用 你用得好就好了 你用得顺手就好了 你不一定要用什么工具 这工具只要能够正确 稳定 那就好了 好 虽然简单 观念正确 工具正确 你这样的结果做基础 你的操作才会正确 要不然你怎么可能赚到钱 懂意思吗 好不好 好 观念来通 贪钱全都说 观念来没通 做人就联工 个性不改 主持人站在桌上 个性不改 不用务水在你塞 这样懂意思吗 那如果不相信 我再举一个例子 天啊 面板双虎前三季赚超过一千亿 也吓死人了 这不是吓死人了吗 前三季两个加起来 两个加 双虎 这个友达 友达跟那个群创 双虎前三季赚一千亿以上 天啊 股价应该涨翻天了 对不对 应该涨翻天了 股价是这样 看到了吗 跌五十几% 所以你每天EBS本利比 获利营收创新高 这个就是你赔的 不是吗 这就是你赔的 所以你每天看东西 最后你去买 这就是你赔的 这五十几%就是你赔的 不是吗 群创也一样 这五十几%就是你赔的 所以你不要看那种东西 做股票 你是做不赢的 如果你是刚进股市的小散 散户 大陆叫小散 你不要用错误的观念 做股票 观念一定要正确 懂意思吗 这非常重要 好 问题来了 大家再问 就是问题很大的意思 那股票到底要怎么买 股票到底在涨什么 我相信 除了我 大概不会有人跟你讲 到底在涨什么 大部分的财经节目 大部分的分析都跟你讲 EPS 本利比 股价净值比 这个是 获利很好 永远都讲这些东西 最后你就买到面板 你就买到航运 那你就套了一屁股 是不是 所以很简单 问题回答问题 那股票到底要涨什么 那股票要怎么买 那如果你搞不清楚 你还在那边 EPS 本利比 营收创新高 你就赔死 懂意思吗 所以很简单 这两个答案 你一定要知道 到底涨什么 股票到底要买什么 答案很简单 我来告诉你 来 就叫题材 题材 题材 股票涨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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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别的 题材可以是本萌比 没赚钱也会涨 跟赚钱没有关系 懂意思吗 题材就是题材 题材不一定会赚钱 题材是未来的一个梦想 所以有所谓的本萌比 本萌比已经还没实现 所以它没有EPS 所以没有赚钱公司也会涨 我们台湾很多生技公司 根本没赚钱 股价不是炸上狂飙 那是本萌比 它就题材 懂意思吗 所以没有题材 对不起 什么都是空谈 没有用 好 苹果为什么要出电动车 题材 很简单 就是题材 懂意思吗 它这样才能够 股价才能够推升 好 苹果出电动车 两年后要出电动车 Google为什么要出手机 在这边 Google手机其实不贵 18,900 最新款的手机出来了 但这个手机 请问Google 是做导航 它做地图 它哪有手机 有 它就把宏达电 手机部门买进来 它就变成它的手机部门 那请问出的手机 有没有很棒 我的印象中 是没有很棒 因为如果有很棒 这个可能18,900 应该是38,900 那怎么很棒 又卖18,900 不大可能 这个我的印象中 没有很吸引我想要去购买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做手机 题材 很简单 就是要讲题材 懂意思吗 好不好 好 这个 祖克伯 FB 脸书 现在改名了 好 他为什么要来做这个塑胶皮肤 一样嘛 题材 没有为什么 就是题材 搞元宇宙 好 这个特斯拉的总裁 马斯克 他为什么要搞卫星 要发一万多颗卫星去 这个地球表面 低轨卫星 有没有 要做卫星 要做电动车 他特斯拉这边要讲 这个最强的电动车 他要做太阳能 他要做储存 你太阳能发完电 要储存起来 储存的电 可以给谁用 也可以给 充电车了 特斯拉用 对 甚至这个 卫星 卫星上面 低轨卫星上面 他也要有太阳能的装备 你看这就是太阳能 他没有太阳能 他没办法充电 没办法充电都掉下来 没电掉下来 所以他也必须有太阳能的设备 太阳能的充电装置 所以你发现 他搞了这个时候的星链计划 原来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你看把它变成 全球世界首富 哎呦 什么 就题材 懂意思吗 懂意思吗 好不好 好 所以常常跟你说 本益比 EPS 什么股息 殖利率 什么EPS 什么营收成长 鬼扯 没有这种东西 这些东西 你看这个也做不赢 好不好 所以先想想看 马斯克 世界首富 他还搞什么 他还搞电动车 他还搞什么 他还搞地国卫星 懂意思吗 不是他搞而已 他搞星链计划 对不对 不是他而已 所以你看最近太阳能股票 也涨了不少 这家公司 详细内容 你自己看一看 照相机拍起来 我就不念了 时间不够 好 他把这个地国卫星 12000颗打到地球表面 要做什么 要做电动车的 自动驾驶的一个 导航系统用 低轨卫星 将来配合电动车 因为他们串层一起 因为车开很快 那你将来两年后 无人驾驶 你看你开100就好 你开100 平均往前速度 一秒钟27公尺 三秒钟 快90公尺了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 你卫星讯号 你这个讯号 5G讯号一段 你三秒钟 断三秒就好了 你看快100公尺 不晓得撞死几只猫了 当然不行 所以他必须用 这个低轨卫星的讯号 来帮助电动车 做完成自动导航 就是这个意思 好 亚马逊 抢进低轨卫星 为什么这个人 要搞低轨卫星 题材 为什么 懂意思吗 贝佐斯为什么要搞低轨卫星 题材 当你懂这个道理 就不困难 别人在搞他怎么突然 他也来 亚马逊不是卖书的吗 他怎么来搞 搞这个低轨卫星 网路购物的 题材 未来电动车是迈入自动驾驶 这是特斯拉登录的新闻 自动驾驶是没有方向盘的 他必须用导航 这个卫星导航来协助他 低轨卫星来协助他 就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的卫星通讯的运用 车子导航 一般我们都知道 我们手上一个导航的机器 未来自动驾驶更不用讲 更需要卫星 低轨卫星的通讯来协助他 另外也可以有卫星手机 卫星手最重要的工程是防监厅 另外还有导弹 这个都是要靠低轨卫星来处理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机 好 我们说这个计划一发出去不得了 这我前面讲过 你看昨天的内容也可以 那我们这卫星主要分三个 一个叫高轨 高轨主要是要拍气象云图 台风来了 台湾那么小 拍一个图 云层在这里 原来是高轨卫星拍的 好 第二个中轨卫星 中轨卫星要做什么 要做卫星定位 要做导航 我们汽车的导航 要做什么 要做军事用途来讲 就是协助飞弹 协助飞弹主要是中轨卫星 不是低轨卫星 主要是由飞弹来协助他 做一个导航的一个作用 你这个飞弹 像我们买了很多鱼叉飞弹 这边政府花了700多亿 买了100枚的 100组的鱼叉飞弹系统 配了400发的鱼叉飞弹 这些鱼叉飞弹 如果没有GPS 没有用 你打上去变高车炮 他瞎眼睛就瞎了 懂意思吗 当然我们飞弹 不可能靠中共的北斗威星 他也不会协助我们 你也不可能靠苏联 你也不可能靠欧盟 你靠美国的GPS 所以如果我们跟美国吵架 他把你GPS关掉 你那些 你现在飞弹都没有用 被高射炮了 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 好 所以我们主要商机在哪里 中轨卫星是军事用途 商机就是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主要用于通讯传播 比如说卫星手机 还有什么 电动车的自动驾驶 这一块就是最重要的商机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贝佐世 他也要来搞这个低轨卫星 原来在这里 这是未来很大的一个市场 那我们说虽然全球来讲 只有四个国家有 这个卫星定位系统 全球的卫星定位 只有他们有 美国GPS 对不对 苏联也有 中国就是北斗卫星系统 2010年才建制完成 中国本来没有卫星 没有这个 中轨卫星 后来为什么建制 因为他发现 他们卫星要靠美国的GPS 那有一次他发卫星 发这个飞弹 台海发生危机 他发飞弹 美国把GPS关掉 他所有飞弹都打不出去 因为没办法导航了 他发现 他要做一个军事强国 他没有卫星是不可能的 你所有飞弹都没有用了 什么战斧飞弹 什么盒子潜艇 也要打飞弹出来 没有导航全部都完蛋了 所以没有卫星的国家 他就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懂意思吗 这个很重要 你武器没有导航还是怎么打 不可能 所以你看完股票 还可以学到很多专业知识 军事的专业知识都有 好不好 那我们的电动车 就是目前的主流 包含这个电池 包含这个 我们说低轨卫星等等 好 电动车的股票这么多 而且不断在扩增当中 很多公司都要进来嘎一脚 我来做电动车 我来做电池 未来股票会越来越多 那请问你要怎么挑 你乱买是没有用的 懂意思吗 乱买是这样 任何一种行情 一定从选股开始 所以你要怎么选股票 电动车股票这么多 目前就五六十档了 来我们随便取一下 新普 不做电池的吗 股价为什么大跌 格局不对 怎么会涨 所以你乱买是没有用的 懂意思吗 台大电也是做电池的 那为什么大跌 股价跌乱七八八 空头格局 所以我们说你不是说 随便找一档 你自己认为好了去买 没有用的 那是不会动的 是要赔钱的 懂意思吗 这个都是 电动车题材 它都没涨 为什么 去年涨最凶电动车 就是同志 涨了六倍 你看今年还是涨不动 鸿海 浓头 MH浓头 台湾电动车联盟浓头 也没有涨 不是吗 这个连德控 也没涨 东远做电机的 做马达的 对不对 也没涨 头这边 所以不是你随便挑一档 就会涨 所以选股是有难度的 你不要乱买 那没有用 好不好 我们要讲清楚 好 电动车成败关键 你搞清楚 你就知道你的选股方向在哪里 这样懂意思吗 你没有电池原料 没有电池技术 甚至没有电池专利 你怎么做电池 你没有软体的一个丰富性 不断的更新 这个车子是没有竞争性的 你要抢责市场的先机 都怎么样 这就是电动车成败的关键 好不好 特斯拉电动车底盘 电车 电动靠什么 靠电池 它没有马达 它没有这个引擎 所以这样什么 就它电池 它就是引擎 懂意思吗 它取代引擎的 所以特斯拉电池都在下面这里 懂意思吗 全部都是 这就是特斯拉的底盘 电池就放在这里 所以它前行李箱空的 后行李箱通通是空的 它也没有引擎 所以它不需要 怎么样 这个空间 全部都装货物 所以像我特斯拉 前面也可以放东西 后面也可以放东西 因为它电池全部坐在底盘 这样懂意思吗 鸿海车子也一样 电池一定在底盘 看懂意思 这鸿海电动 它电池也坐在底盘 好 电池性能 有三连电池 有磷酸铁铁电池 铃酸铁铁电池 这两档电池的优劣性 你手机拍起来 我没空解昂解了 传人稿里面再交代好了 时间不大够 世界大厂为什么不推电动车 推的速度 为什么会比电动车慢 慢慢推出来 之前没有那么积极 为什么推的比特斯弹慢 你自己拍照拍起来 我时间不够 传人稿再讲解好不好 好 选到了股票 刚刚那些观念你搞懂了 你就知道怎么选股了 懂意思吗 方向对你才想选对股票 有了 今天不是工涨停板了吗 有人说电动车休息 他没休息 他涨停板 他不是今天涨停 他礼拜一也涨停 不是吗 今天礼拜三而已 礼拜二休息 礼拜一礼拜三都涨停板 来看现行 漂亮 趋势方向充满安定 动用充沛 这些标的 未来电动车标的 怎么挑怎么选 其实我昨天资料 已经送给你了 有些人来拿 有些人没来拿 有啊 这档就是啊 圣达克 有没有 好不好 所以未来来讲 我选了几档 最有题材性的电动车 把资料免费送给投资朋友 有啊 昨天亲来拿 不晓得没有人来拿 有些人在这边犹豫不决 小小组A25006999 这是我的ID 到这边 未来电动车怎么挑怎么选 你选错是没有用的 会标的股票在哪里 会从这几档股票 你们再挑出来 你放心的 不会超越这几档 那里面就有 很强的电动车股票 像我刚讲 圣达克就是 就在这里面 这就是圣达克嘛 对不对 好 记得 那我给你会做一个说明 在里面 好 详细内容 你可以跟富人做询问 资料会免费 来送给你做参考 我们先做一个好朋友 以后再说嘛 你都没有跟我做好朋友 然后谈下一步 好不好 我们先把钱交给佑达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回来 就请张老师 帮大家来分析 东森粉丝那一手机 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 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张艺敏会尽速 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艺敏会尽速回答你 欢迎你回到讲迭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大盘到底怎么看 我想我礼拜一 讲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怎么看 这样问就没意思了 我总不能每天 讲大盘了 好不好 大盘看法很简单 从这五个答案去 找就有了 懂意思吗 比如说我们举例一下 这叫什么 叫均线交叉 月线破基线 月线破半年线 这个基线破半年线 三个死亡交叉 就像一个人被刺了三刀 你说刺了三刀 大盘他会很健康吗 还可以跑五千公尺吗 当然不可能 他身上已经受一些伤害了 懂意思吗 就大盘的而言 好 那我们从现行上来讲 形态上来讲 他这什么 头 左肩右肩 很明显的一个头肩顶 顶 不是底 底就是低档 头肩顶 屋顶的顶 所以这是不利的 那这边做一个W底 做一个反弹 那我们说一个月的反弹 怎么可能 底得过五个月的压力 这是空 这是多 好不好 所以我们就看 周线来看 更明显的形成一个什么 形成一个 麦当劳的形态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这是很不利的 那我们再从五大全职股来看 为什么看这五大全职股 因为他们占电子股60% 占大盘36% 电子股60% 只有这五党股票搞定了 那你不分析这五党 你怎么知道电子股 他们如果不会动 电子股怎么动 大盘怎么动 所以这五党 你一定要把它看清楚 懂吗 好来我们看一下鸿海 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个死亡交叉 怎么会对 所以鸿海的线形是非常弱的 均线集结在这里 缠在这里 好鸿海看到吗 上档压力非常沉重 所以目前格局是不对的 好联发科 以及纠麻发 缠在这里 好那我们看一下 他的格局 一大堆卖出讯 看懂吗 所以这格局也是 当然是不对的 好大立光 月线破济线 六个死亡就在这里 月线破济线 月线破济线线 总共六个死亡就在这里 所以你看形成之后 隔了快一年了 长不动 而且跌了一大波下来 懂我意思吗 当然目前形成年线 半年线 季线月线 形成大空头排列 这非常糟糕的现行 这当然是不对 好大盘 局限在空方 上档压力重 这是比较不对的 好台积电 对不对 不对 你看这一天发力多 第三季创新高 可是发完之后就长不动了 到目前也没有突破这个高点 这现行是不对的 你看这个就知道 压力没有突破 非常的脆弱 三线非常短 好连电对不对 当然也不对 为什么 看这个就知道 很多压力 所以我们说看完这五档股票 你就知道大盘有没有要涨 大盘目前是压力非常沉重的 好不好 时间关系 结论就在这里 你自己看 自己把它拍照下来 目前只有个股表现的机会 电子股一样 比大盘稍微好一点点 一样上档压力有很多 周线更严重 未来会跌破 马斯克新年计划 太阳能 低轨卫星 电动车等等 这就是他的所谓的新年计划 这是目前最重要的 也是带动台股 上涨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股票 所以目前在涨什么 电池 电动车 这些股票怎么挑 你要知道这些东西 你不知道东西 你没办法挑股票了 懂意思吗 你要知道这些功能 到底讲什么 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讲 你可以手机把它拍照下来 当你懂了 你就知道怎么挑了 来 这些股票在哪里 有啊 像我昨天讲的 圣戴河 礼拜一涨停 本今天又涨停 有没有 请问他对不对 对啊 三线 三线架构非常完整 你可以加好朋友 赖加好朋友 小阿蘇 A2500 6999 索取这份重要的 电动车资料就可以 我们把时间交给又打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所推介 分析这个表达证券 我不断知才有 东森粉丝 那一手机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 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张一铭会尽数 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森粉丝 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一铭会尽数回答你